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和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講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這個話題 我看得到 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想不到 在香港都這麼快出現發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搶到 盲搶鹽 2.0搶鹽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搶到 因什麼解救 現在香港人人人都搶到搶鹽 我一開始以為是假的 我都以為這些是吹水的 想不到 人人都搶出來 新聞都說 連食物安全中心都出來說 叫你們不要亂搶 為什麼大家還要去搶鹽 內地搶 韓國搶 大家因什麼解救 要跟搶一份呢? 我會跟大家在多方面看看 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現在那個搶鹽的風潮殺到 有多嚴重 還有另一件事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你們搶來都多餘 為什麼呢? 因為告訴大家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如果大家有聽內地新聞 好像也有說過 是關於盲搶鹽事件 國家也有出聲 呼籲大家不要搶 當然大家都會抱著一個心態 不搶一會兒沒有鹽吃 你就知道味道 大哥 鹽嗎? 你這次吃鹽比吃米多 你打算鹽當飯吃嗎? 當然 我看新聞 香港人搶鹽 又或者內地人搶鹽 因什麼解救呢? 如果從食物安全中心的解釋 或者報導指出 澄清 食鹽 尤其是加了典的鹽 是不能抗輻射的 我在想 現在又傳出食 典鹽 加了典的鹽 可以防輻射嗎? 這個我覺得 會不會是香港食安誤解了 其實為什麼 香港人都跟風搶鹽 先 其實如果 大家去看看 韓國 內地 為什麼那些人一窩蜂走去搶鹽呢? 先說韓國 韓國的民眾一窩蜂去搶鹽 某程度上 他們因為擔心 鹽 即是用海水 做出來的海鹽 受到污染 接著 他們現在就把鹽對職 開始團職居期 加上他們快要秋冬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家家戶戶都熱炮菜 所以要用大量的鹽 所以現在他們就搶好鹽 好了 這個恐慌就慢慢殺到內地 內地出現了這個盲腸鹽 2.0的事件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 為什麼內地都要搶一份呢? 是不是真的打算拿鹽來抗複射呢? 有的 有小部分人 我不排除有小部分人 真的打算吃點鹽 之前如果你有聽過我們解釋 或者你看世界新聞的時候也有說過一件事 就說 如果真的爆發核戰 或者出動核彈 或者有些什麼核電廠大爆炸 通常他們都會派一些點片 去抗輻射 當然 你吃這些點鹽 是不是可以抗到核廢水那種感染呢? 你吃完這些點鹽就可以吃魚生? 還是你不會怕輻射? 我們現在看看食安中心解釋 香港的食安中心就是告訴大家 食這種點鹽 是基本上不可以抗輻射 沒有任何科學證據顯示得到的 食鹽能夠有效預防 防輻射對身體造成的損害 點鹽的點量含量很低 起碼每天吃要五公斤 才等於吃一粒電片的製量 五公斤的鹽 朋友 各位 你吃不吃得下 五公斤 我叫你拿個飯碗裝當飯爬 我相信 你未防到輻射都會咸死 腎虧 腎病 所以 某程度上 食安中心解釋是不行的 所以 我亦覺得 這種盲腸鹽的2.0 某程度上是憂慮 叫做 隨時沒有鹽用 這個隨時沒有鹽用 告訴你 你聽到是極為知識 其實可以幫到你一切 鹽 有很多種 海鹽 只有一個部分 有些是井的岩鹽 有些是天然的岩鹽 香港人這麼喜歡吃 有看過粉紅色的鹽鹽 有些人專用牛扒 用一磚磚的鹽鹽 那些鹽鹽不是海裡出來的 是礦物 內地亦說過 海鹽的產量在內地佔1% 其實內地很多都不是海鹽 所以為何大家擔心鹽會受到海水影響 另一件事 如果有人說 你吃的典鹽可以抗輻射的話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典鹽可以抗輻射 典鹽也是鹽 海水也是鹽的原材料 現在日本射了一些核廢水 射了下去 那你就可以抗 其實整件事很矛盾 你搶來幹什麼 都不知道你幹什麼 有些人是神經病的 我告訴你 你都白癡 我看到有人貼圖 那些二手平台 就說 某品牌的鹽一包 購買於核廢水資排放前 200元一包 我扑你這個街 這些時候在這裡炒東西? 你真是 好老實 大家經過疫情 疫情裡面搶過不少 炒過不少這些無謂的東西 米、紙巾 堆到堆積如山 當床鋪 我不知道他們用完沒有 屁股爛味 你還在搶鹽 有多少人在喊 我又沒有鹽 我都買幾包 那你就造成一個恐慌 有內地女 更加在網上 浪費命 就說 搶到30包鹽 好幸運 當然 你不夠那位浙江老伯 浙江老伯買了400包 都很瘋 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你香港人也是 見到每個人搶 就怕死死 你吃鹽嗎? 你現在 經常說小糖小鹽 小鹽健康 你們這麼喜歡 你們要味道 下街和我跑轉 然後拿一隻手 就行了 鹹味 要煮飯就下醬油 做什麼 你現在沒有鹽吃 要死人嗎 第一件事 其實 我們告訴你 你是不需要害怕 亦都不需要去搶 原來我們國家 有一個內陸鹽狐 叫茶卡鹽狐 大家上網可以自己找一下 這個鹽狐的產量 它能夠供應全中國人吃多少年 你們大家知道嗎? 隨著吃到你慎虧 吃到你死 都未吃完 可以吃了七十年 這個鹽卡鹽狐 茶卡鹽狐 就是中國最大的內陸鹽狐之一 亦都是世界上最大食鹽儲量地之一 而據了解 數據指出 這個茶卡鹽狐的儲存鹽資源 足夠給供應全中國吃七十年 所以 這個數據可以告訴大家 你必須害怕 內陸的不關海市 真的 你不要 不要白痴 更加 有些內地的專家 對這個鹽狐 做一個考察和研究 他們認為這個鹽狐 其實的鹽可以再生 是跟海域無關 如果我告訴你 你用完之後 它又會生出鹽 即是無限鹽 無限鹽 無限鹽 香港的阿姐 整個手推車都是鹽 我不知道它用來是鹽焗人 還是做什麼 在內地現在 你說 你內地才搞起 什麼什麼 連內地的小紅書 現在又有一種叫做椰魚 出現了大量的防輻射教學攻略 看起來好像很正路 某程度上 都可以告訴你 大家都是一口笑的 怎樣 就說 屯鹽的注意 防輻射小妙方來 輕鬆防輻射 就說 首先 將身體抹乾淨 瀕乾水 接著將海鹽放入鍋裡 炒熱 直至輕輕微黃 接著找到一個人這麼大的長方形箱 你自己想想什麼箱 趁熱鋪上一層厚厚炒海鹽 然後你躺上去 最後倒下其他鹽 蓋住自己的身體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快速入味 就可以開暖氣加熱一下 十天就可以做到防輻射效果 當然 你聽到這些 擺命是曲 擺命是笑你們 那些人走去盲腸炎 你買這麼多鹽 你做什麼 拿鹽來醃自己 多餘 今晚我更加在小紅書 有人貼出來 開始了 這些也是 找笨實的時候 考大家對這些 叫做輻射的知識 有多清楚 預防 也可以跟大家說 小心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大家不要亂來 定點來 聽多些健康的資訊 在內地 有人貼了出來 超級防輻射藥 一天一粒 目前尋找中國有實力的代理商 原裝進口 韓文的 如果有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以購買 當然 有的 先丹 不用大家在這裡吵 我們國家不用吵 外交部不用吵 全球那麼多 日本也好 韓國 有些漁民 有些市民 大家出來示威 不用示威 原來你有先丹 先丹能夠防輻射 不用怕 那根本告訴你 就是沒有 有些人說 你不懂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但是 有時候 就是欺負你不知道 以為你這件事是真的時候 你就覺得 真的有用 吃了下去 吃你不死就當執贏 這些 所謂的盲腸 真是嚇死你 吃那麼多鹽 就害死你 搞亂你的甲狀腺 甲狀腺衰退 又搞到你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 又神虧又成 不知道你做什麼 這件事 其實鹽本身是很便宜的東西 你亂吃都沒用 現在澳門又搶 韓國又搶 內地又搶 全部都走來搶 不知道都為什麼 所以 澳門方面 同時間都呼籲澳門的民眾 保持理性 不要相信這些謠言 我看到有些不同的區域的人都報 區域的超市食鹽 半天買清日 你想想 別人的鹽 隨時擺放一段時間 會擺放過期的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有一個食用日期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香港這麼潮濕 鹽潮了又是不可以 真是 激死人 那你便利用了一些商家 可能別人把倉底貨拿出來 你們這麼喜歡搶下去 搶啊 幫我清貨 其實很有趣的 你們經過這麼多次 都好像買不到這些經驗 每次都幫人清倉底貨 沒有人就感謝你 所以這些似風我覺得不可掌 大家真的要看清楚 究竟為什麼 人們會去搶業 這種陽魂心理 是恐慌的 恐慌是源於大家對這件事的不熟悉 你經常都會以為 鹽一定是海水提煉出來 其實不是 我應該這樣說 不單止是用海水提煉出來 有很多情況 都可以不需要經過海水而碰到 那不是的 海水會流入地球 會滲入土壤 如果你跟我說這件事 你吃什麼都沒有用 你吃什麼都有機會中 是的 地球很危險 又說掃化劑 又說毒煙 又有不同的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們丟這麼多這些廢物出來 污染環境 然後污染物 放在泥土上面 然後我們吃那些東西 毒害 毒回死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你怎樣防 最好的防禦方法 首先做好自己 不要人運逆運 走去相信這些東西 你說走去搶鹽 我當然沒有搶鹽 我聽了一口笑 然後我在昨天 整條街都在聊這些事情 搶鹽 什麼什麼什麼 唉 我想起當時搶米 疫情的時候搶米 真可憐 有多少真的沒有飯 沒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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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沒有米買 買不到米 現在的人都是 不是曬自己的鹽 對 想買一包鹽都買不到 唉 我都買幾包吃 這些又是 心腸 大家都害怕 糟了 我不買定到時候我沒有 其實轉過頭 疫情 這麼多段時間 搶完 補回 搶又搶 到最後功課穩定之後 所有價格回落 那你們家的東西堆積如殺 接著拿來 吃不完 扔掉了 吐了菊牛 扔掉了 浪費食物 這些都是大家做出來的業 一眾所有人 希望大家真的明白到 你不要走去無端端 麻木搶鹽 內地都說 為了你們這樣的搶鹽 現在開OT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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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為何 那些人會 搶這麼多 他們有沒有想過自己 吃不完 吃不完 就倒下去 所以 大家 多看一些新聞 這方面 我相信國家一定是 足夠給我們吃 你不要再瘋到 有些人 不知道會不會瘋起來 故意過心 賣鹽回香港 有些知名的超市 什麼 俠馬先生 等等 然後就瘋狂掃 甚至扶上去 又是離譜的 那些電商平台 內地的電商平台 全部都沒有了 清貨 買了 嚇死人 你們 做不切 你是不是 到最後 送各個家家戶戶 一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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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們做什麼 那些鹽 我們鋪他們 到最後 沒有的 看你吃了多久 我猜你吃到你生病 你都吃不完 怎樣也好 我覺得 看政府會不會現在 看情況是不是惡化 如果你真的惡化 立刻出現 買零 一人買兩三包 我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好笑 有些人說 香港 又是那些 便宜的東西都搶光 貴的東西都沒有人搶光 貴的鹽 大家買不下手 那便宜的鹽 就去掃 那你幹嘛特意去買 如果你真的沒有了 貴鹽 你要吃的時候 你都要買 是不是 其實鹽 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 大家自己想想 也解釋了 其實中國一定是夠鹽 賣給你 夠鹽生產給你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 相信內地一定會 補供應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